TRX的苹果直营店一直是这里的重心 它听说耗资了一亿麻痹来打造整个TRX的苹果直营店 单单只是在公园城的玻璃面就用了2000万麻痹 我们无人居上气,炒色一下 大家好,我是秦萱 今天趁着我已经把事情做好了 然后想着我已经好久没有给TRX业主们更新 最新的TRX的一个发展 所以今天趁着我有带着无人机 我们等一下到现场直接上无人机 看一下最近的发展是怎么样的 因为听说苹果直营店已经开始封顶了 而且单单只是屋顶的造价就超过了2000万麻痹 整体的造价要超过一个小目标 我们看一下它到底长什么样 现在我们就在敦拉萨的主干道上 这条路通往敦拉萨金融中心 通往TRX金融中心的路道上 大家都会看到很多这种高架桥 所以通往TRX不单只是可以在普通的路面 也可以通过高架桥和地下隧道 通往到TRX区内的所有的建筑物底下 多立体多漂亮 两个月没拍整个商场的成长是显然而易见的 而且顶层的植物估计都已经种的差不多了 等下我们帮发一个无人区上去看一下 现在的植被建的怎么样 我们先买杯咖啡 我们从侧面看 现在TRX住宅的A洞和B洞也马上就封顶了 TRX的其中一个景点 这次来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装饰的细节 都已经做好了 你看详细的画面 保存保险总部是TRX区域内第一个启用的办公大楼 艾芬、汇丰总部、AIA总部都已经启用 中午午休的时候已经可以看到很多的人潮 中国华为还有其他世界500强公司都在地标高楼里 这里办公了 这些都是这金融区的心血 基本上都已经完工 现在已经在开始装饰了 你看那个白色的跟之前我们的楼书里面的装饰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两个月没拍 整个商场顶层的花园的植被已经移植了非常多 现在看起来已经非常的壮观 想必当所有的植物都移植完毕之后会是一个盛况 你们看这个设计是不是特别前位 它是下层式的设计 从商场的空中花园层往下面的商场延伸 Violia进水系统都已经完善了 现在在顶部也种植了很多栗子 现在来到了商场的东面门的位置 这里有三个地铁出口 而且现在地铁双线都均已经通车 也可以实现了机场一下来就可以到你住家的楼下 所以非常方便 另外我们说有三个地铁出口 其中一个出口它做成了这种钻石模型的玻璃式的设计 为什么在这里有这么特别的地铁站口呢 因为这个地段是马来西亚政府的重中之重 另外商场的东面门都已经做得差不多了 未来是非常宏伟的 各位业主们 TRX Residences已经亭亭御律了 我非常期待它交付时候的盛况